今天我们来这一家园林野郡王吃饭 大家好 我是石头多 今天和四娘 四姑爷 还有五娘 还有一个小宝宝 我们一起吃个家业 今天吃什么呢 今天吃一个潘子花有名的这个郡汤锅 潘子花和云南是交界处 所以很多饮食习惯都是相通的 那么郡汤锅在潘子花是很受欢迎的 乃至整个四川的也是很流行 那么今天我们吃了这个郡汤锅呢 它是有腊排和腊猪脚做锅底 然后配上我们的野生鲜菌 那么这个菌子可不是我们平时买到那种干的 它是新鲜的菌类 那么里面有什么呢 有松茸流感菌 竹参 还有美味流干等十几种这个菌类 那么它对身体有滋补的一个作用 还有诸多的这个维生素 吃起来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当然了这个煮在里面的话 不能够及时就是饮食了 我们旁边的话有这样一个浸食器 那么这个浸食器响起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开始饮食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抓小人哦 所以正确的饮食我们的食用 我们的这个菌类是很有必要的 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哦 好 零响了 接下来锅已经开了 我们开吃了 开吃了 吃菌汤锅之前 我们先喝一碗这个菌汤 放上一点小葱 小葱 味道棒极了 鲜 自然喜欢吃辣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煮的这个汤里面 都会有蘸料 不仅仅只有火锅 吃菌汤也可以蘸料 这是老板的蜜汁酱 然后配上我们的汤料 配上点菌汤 在吃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加起这个菌类 蘸一下 蘸一下 嗯 就可以吃了 实际上说的是蘸水 蘸水 美味 好 他不吃了 你看他这儿 这也弹了 喝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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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家人在一起吃饭 通过美食 拉近平时不能经常见面的失恋之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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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